今天的傳說日有非常多活動 有沒有跟我一樣很懶 看到它的畫面很複雜 就懶得去看有什麼活動的啊 7月16到26 登入或分享就可以領取許願幣 就可以免費抽價值60萬的大獎喔 7月16到26 烈火齊悅 就可以抽全英雄全造型 還能抽到iPhone 11 Pro 還有各式好禮喔 7月19到26 完成任務就可以領取三倍各式遊戲的好禮 7月26到8月9號完成任務 就可以領取英雄七選一的獎勵 7月24到26全英雄現免 並且全部的模式都開啟喔 還能獲得雙倍的金幣和雙倍的經驗值 娛樂的模式 英雄可以免費一直換一直換一直換 最後也就是重點 7月26號當天登入就直接送新造型 達爾西的烈火熔岩 還有7月4號到8月4號完成 APL賽事挑戰 就送洛克的最新造型 廢土狂想 1月1號到12月31號 觀看佑哥的影片 不會送東西 這邊我貪心了想要去點那個病 結果就看到了悟空 他敲了我兩棒 好險莫托斯幫我控制 然後成功反殺了悟空 而且我的血量呢也吸回來囉 快要滿了 結果側邊就來一個斯科的 垂了我一拳 可是我沒有死掉 他大刀也沒有打到我 有點可惜斯科的殘血逃脫 旁邊又來了一個克里希 收掉了他之後 對我就說 哇靈畢真的猛 趕快拿喔 欸我差一場啊 還剩10秒 哈囉大家好我是Hill哥 I'm Hugo 首先這部影片 脆脆先不要看 對你先去廁所搭店 先不要看 然後我要發表這個 不自殺聲明啦 哪一天呢 這個 你們懂的 如果出現在新聞上面的話 我先說囉 我不自殺聲明喔 OKOK開玩笑的啦 那我們這部影片呢 就是巧遇 我們的路人 有三個他們好像是三排 他們在遊戲內建的語音 有開了麥克風 一個是中路的蘿兒 還有一個是輔助 莫托斯 還有射手拉維爾 那這三個人 其中有兩個是 我呀 妹子啦 然後如果你們隱隱約約 有聽到 不是我的聲音的話 那就是路人 他們開的麥克風所說的聲音喔 那其中 有一個妹子 比較少講話 都是 就是一個男的 跟一個女的 比較常講話 然後我也不確定說 哪個聲音是誰 是誰 對我也不曉得 反正不管他 我們就只要管 那最後那幾句話 我就戀愛了 那現在抓到了DC小丑 沒有把他抓死 有點可惜了一點喔 不過把他打殘也是OK的 這場比較難打 因為我是雙射手 發育的時間本來就要比較長 而且對面的打野是悟空 所以中後期的話 可能要看我一進了這個 開燈關燈的技巧啦 那現在呢 我們很嗨下路 我們是一個4打3喔 先收掉了艾瑞之後 喔 克里希好殘 差一個補空 可是旁邊又有悟空 所以我們要小心一點點喔 我們先把兵線清掉 感覺可以推 這時候注意看 蘿兒旁邊有一個小麥克風 對他們三個人是有開嗎 可是他們其實很少講話 比較常講話的都是 有一個女生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那個女生是玩 中論蘿兒還是那個莫托斯 我真的不太清楚啦 因為他們真的很少講話 那靈地的好處就是可以開燈跟關燈嘛 他如果經濟起來的話 像那些斯科德要殺你的話 有機會你可以反殺他 像悟空也是 好險我們支援很快喔 成功的反殺掉了斯科德 因為狀態不好就先撤退了喔 果然應該在中路河道出現了悟空 我這邊太急了 想要吃掉藍然後去支援 結果這個藍進入草召 我沒有他的視野 所以我就普攻不到 差一個普攻 他就這樣回去了 真的 做事情不能太急啊 跟太急就出事啊 那我們就只能穩穩的 吃掉野區 再吃掉這個紅buff 那這場出裝我會放在左下角 我還蠻推薦帶強化恢復的啦 像靈地打野喔 如果多一個強化恢復 那就是前中後期的一個寶藏 會多個1000多的血量 吃完這個小野 我們再去下路做支援啦 只要經過草召 你就一定要開你的一技能 要開燈啦 雖然草召很容易會蹲悟空 確定沒有人的話 我們再往前去走一點點 先給隊友去開戰啦 那我的位置都會站的比較側邊 或者是從後面進場 這邊艾瑞雖然綁我 可是他旁邊沒有隊友可以幫他輸出 所以他綁我其實沒什麼傷害 悟空就來囉 看來這座塔應該是得放了 因為悟空還有他們艾瑞狀態都很好 而且都在旁邊虎視眈眈啦 靈地強的地方就是要有草召可以採 所以以前很多人都叫做他野區的小跑車 就是在野區很多草召嘛 到處跑 艾瑞直接丟進來 綁了進來 可是小丑的輸出 超慘 利用強化恢復 我沒有死掉 而且隊友還成功把小丑給反殺掉了 艾瑞也死了 讚啦 超賺 那恢復之後吃完藍 然後跟隊友說他撤退 因為下路是有兵線的 沒人去補 只能我去補 所以跟隊友喊了一個撤退 果然悟空就在這裡 有開了一個視野 悟空敲了一棒 他第二棒結果是跑去收紅buff 有點可惜 我覺得他如果把他所有的大棒棒都拿來打我的話 我覺得他是有機會把我帶走的 可是他犧牲了一棒拿去敲紅 然後就他可能自亂正角吧 有點lucky喔 而且我們隊友那邊也沒出什麼大事 沒有死掉只是他們有點殘血而已 血量的話你可以從小地圖 右邊有一個隊友人頭 底下都有他的血量 如果那個人頭頭上會亮綠燈的話 代表他是有大招可以用的 這個資訊的話我怕有些人還不了解 就把下路先把他推掉 再去跟隊友會合 結果看到一個艾瑞 我有點怕他 可是艾瑞他最怕的就是被拉著打 我們收掉了艾瑞之後 這個小丑 哇他一套把我帶掉了 小丑還蠻克這種射手打野的 像對面只要出那種蘭鐸打野 我都特別喜歡出小丑 因為我可以後期一套 把那個蘭鐸直接秒掉 你看那小丑直接上王者 好痛啊 現在比數有點打回來了 可是還是出不去喔 我們只能拉著打 艾瑞的缺點就是手很短 他綁不到我 只要你拉打技術夠好 悟空進場先把瑪迦收掉 可是我也把悟空收掉 這個悟空就有點怎麼說 雖然是有換到人 可是他沒有殺到他最大的目標就是我 他這場感覺是要抓爆我 可是我這個一技能開燈 後期的經濟起來之後 其實有點恐怖喔 那我就仗勢了 我旁邊是有隊友的 OK收掉了小丑 如果旁邊沒有隊友的話 我根本不會這樣子去打小丑 我反而一打一 我是要怕小丑的 有點恐怖喔 我在草叢放了二技能 如果有人踩過去的話 我也會看得到他視野 所以二技能就有點像 放陷阱的概念 斯科衝了過來 莫托斯一樣是在幫我卡人 還不錯 雖然現在有兵線 可是不能再衝了 因為悟空已經復活了喔 不能去推高地 因為那邊沒有我的草叢 這邊我貪心了 想要去點那個兵 結果就看到了悟空 他敲了我兩棒 好險莫托斯幫我控制 然後成功反殺了悟空 而且我的血量也吸回來囉 快要滿了 結果側邊就來個斯科的 催了我一拳 可是我沒有死掉 他大招也沒有打到我 有點可惜 斯科的殘血逃脫 旁邊又來一個克里希 收掉了他之後 隊友就說 哇靈地真的猛喔 其實這場隊友真的講很少話 而且其餘他們沒有在講話的時候 就是你聽得到 就是你在按那個螢幕的聲音 砰砰砰砰砰砰的聲音 所以那砰砰砰的聲音 我都把它剪掉了 既然悟空死了 有兵線就點個高地吧 我很怕被艾瑞綁 所以你那個距離只要拉得好 他是綁不到你喔 艾瑞死掉了 中路兵線也近了 可是現在悟空已經復活 我就開一個燈 悟空果然敲了出來喔 你們還記得開頭 我們隊友在懸角的時候 有一個妹子說 她差一場叫我們把她帶上去啦 她終於如願以償啦 把她帶上就覺得好開心喔 很棒是不是 蛤 蛤 蛤 你先去廁所大便啦 這部影片你先不要看 你先不要看 我已經發表了不自殺聲明了喔 不要亂來喔 那因為現在主堡 這邊沒有兵線可以推主堡 所以我就先去撤退去吃凱撒 這樣子比較保險 在上路放了天空巨龍 我會很怕側邊有一個司客的衝過來 我很怕所以就躲著很後面 踩著草叢 林地他最怕的地方就是 他沒有草叢可以採 他就不是野區小跑村 就沒有辦法衝衝衝囉 那悟空敲了我 然後這場最後一件 我是把叡盤之刃改成了嗜血弓啦 就是希望悟空沒有辦法一棒敲到我 我就可以用嗜血弓吸爆 那這場就是林地的實彈結束 不要忘記幫影片點一個大大的喜歡 那也希望這部影片催催不要看 我是優格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 也記得不要把這部影片分享給大家看 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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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